若姐我那天来公司签的绩效条给我一下吧 你说我等我一下好不好 我又先拆个桌子 找一个东西很快吧 麻烦你出去一下好不好 这个是我的办公室可以吗 我在问你东西 你要非要打扫卫生 哇靠你也这样子 叶总 他直接拿了个东西在我办公室 你干嘛呀 我怎么可以直接 我又要给他呢 我真的觉得好奇怪 我找卫生我家来出来 我是干嘛 我犯罪了吗 我就要一张公司条 有必要情绪这么激动吗 我叫他出去 他竟然不出去 我是周西就知道 直到周五的时候 就直接跟我谈吊杠权先 谈前任务票 我是有一个大属 就是人都没招权 后来就说 见过其他的人的反应 反映我在公司没有融入进遗体 别人比较安静 在忙着做自己的事情 然后说我工作态度不好 签劳动合同的时候 他写了4000块钱的月薪 然后有个绝号 就写了按照方法约定的这个绩效发放 我录制我签的时候 我有XTV播出的 主要是那个计料表 他写了 本身是7200块钱 然后计料的部分是13800 就是一些谩骂 就是一些侮辱性的这些演语 一直以来都是这种 比较蛮横的孩子吧 他们就开始跟警察吐槽说 我首先没来几天 没有铲除 没有业绩 自然这个13800的计料 是不能给我发 当天的时候 总共是发了1000多块钱吧 就会打发走了 还是说我录像录音的这个问题 然后就告到劳动局那边 就是想让他赔偿我半个月的公司 公开给我发视频道歉